小敏家,这部剧,对女人最大的启发可能是《离婚关》,刘小敏离婚了,连孩子都留在了老家,刘小杰闪婚闪离,并没有多大的悲伤,反而很快找了富二代的下家。 而他们的母亲王素敏,面对两个女儿的离婚,并没有多大的情绪波动,反而都处在了接受和善后的状态。 刘小敏远走高飞,王素敏便留在了老家照看外孙。 刘小杰闪婚闪离,王素敏则直言他就不看好小女儿的这段婚姻,更看不上刘小杰那个多事的婆婆。 母女三人都离婚了,没有悲伤,更没有痛哭流涕,他们依偎在一起,谈天说地,彼此温暖。 甚至当天晚上,王素敏还做了酒酿园子和虫草汤,跟两个女儿把酒言欢。 想想那些,女儿离婚了就觉得丢人,连过年都不肯让女儿回家的愚昧母亲,再看看王素敏的开明。 不得不说,刘小敏和刘小杰总是能在角处逢生,并且越过越好,跟他们的母亲王素敏是脱不开关系的。 而这部剧,从来不是刘小敏带领的小敏家走上幸福之路,而是王素敏这个老太太掌舵全家。 刘小敏对母亲王素敏的评价是异类。 在王素敏生活的那个年代,离婚率十分之低。 那时候的大多数女子把男人,把婚姻当成了自己的一辈子,哪怕被男人打死,哪怕被婆婆骂死,都是不肯离婚的。 尤其是有了孩子,不管再苦再累,再难再痛,都会为了孩子忍受一辈子。 可偏偏王素敏就果断离婚了,不仅离婚了,还带着两个漂亮的女儿,皮股蒸蒸地活得很好。 他没有因为离婚而觉得丢人,反而他跟厂子里的人的关系都不错。 哪怕是李平的父母,他都是能说得上话的。 不仅如此,他还抚养了自己的两个女儿,要知道刘小敏从小就是别人羡慕的对象,就他那一双小白鞋,就是多少孩子羡慕不来的。 李平曾经说过,小时候就羡慕刘小敏有王素敏这样的一个妈,因为李平的母亲是坚决不肯给女儿买一双小白鞋的。 刘小敏跟陈卓谈起自己的母亲时,说了这样的一句话,我妈根本就不相信婚姻。 王素敏不相信婚姻,相信什么? 她相信自己,她以自己的努力培养了两个优秀的孩子,并且过得一点也不差。 她的这种感离婚,让刘小敏和刘小杰都从小就对离婚这件事并不恐惧。 对于刘小敏和刘小杰来说,婚姻能过就好好过,实在过不下去了,离开了,他们照样能过得很好。 因为他们的母亲王素敏,哪怕离婚了,也并没有过得多差。 王素敏和自己的女儿刘小敏,在金波来了之后,有一场十分激烈的争吵。 母女两个人在这一刻彻底退去了自己的温文尔雅,他们都变成了泼妇,两个人谁都不愿意委屈自己一点,怎么能让对方难受,怎么说。 这一刻的刘小敏并不是一个善茶,而这时候的王素敏也不想相让。 他们母女俩全都呈现出了一种,我凭什么忍,我凭什么受委屈,而我凭什么忍,凭什么受委屈,才是王素敏和刘小敏敢于离婚的真正底蕴所在。 他们哪怕结了婚,最爱的也是自己,最在乎的也是自己的感受,他们先是他们自己,之后才会是母亲和妻子的角色。 于是,王素敏在那个年代毫不犹豫地离婚了,而刘小敏毫不犹豫地远走他乡了。 在看看王素敏吵完架后,去外边跳了广场舞,之后便毫不犹豫地回老家过自己的生活。 而刘小敏对母亲也没多少愧疚之心,照样热烈地过自己的生活。 他们这样的女人,怎么可能会在婚姻里委屈自己,怎么可能怕离婚呢? 对于他们而言,不管到了怎样的境地,他们都会有一种向上的力量,好好生活。 当王素敏知道了刘小敏和李婷的前夫陈卓在一起之后,他没有急着拆散,他见了陈卓之后,甚至提倡陈卓和刘小敏,只谈恋爱,不结婚。 和其看得开,仅这一点,就比很多催婚的父母通透太多了。 再看看他对金波的态度,或许是在他最艰难的时候,金波的父母帮过他们母女三人,于是,王素敏对于金波的感情很复杂。 他很大程度上,把刘小敏的这个前夫,当成了自己不成器的儿子。 金波一直叫他妈,而他并没有反对。 哪怕金波已经跟刘小敏离婚多年了,甚至于王素敏会在金波落魄的时候,有恻隐之心。 甚至于到了电视剧的后期,王素敏最谈得来的不是自己的两个女儿,而是前女婿金波。 仔细想想,王素敏这个女人,做事情的时候,总是会给对方,也就是自己留一丝余地。 他不会马上爆发,他遇到了事情,大多时候会表面平静接受,之后再徐徐途之。 他对金波如此,对陈卓也是如此,而对徐正和刘小杰的婚姻更是如此。 当他的小女儿离婚,找了一个富二代之后,他并没有觉得女儿攤了高知就是好事, 他甚至从开始就从心里不愿意,但他也没有坚决阻止。 他只是建议刘小杰和徐正多相处一段时间,彼此了解一下。 可惜,刘小杰没有听。 为什么王素敏一个离婚女人,在那个时代混得那样风生水起? 因为她的异类,比起婚姻的完整,她更在意自己过得舒服。 并且,她不爱让自己受委屈,遇到了让自己不痛快的事情,她也能变得非常的泼辣。 可她平时跟人相处,却是和善厚道,并且善于留余地的。 如此通透的原配,可能婚姻失败,但是人生却很容易成功。 此生,当个想得开的原配。 小敏家里三个女人都离婚了,三个女人都没有因为离婚而落魄, 反而因为离了婚,少了坏男人的拖后腿,都过上了更好的日子。 王素敏没有再婚,但是培养了两个优秀的女儿,晚年无忧,岁月尽好。 刘小敏放弃了酒鬼金波,远走北京,成了优秀的助产医生, 更是在孩子成年后,给了孩子最好的物质生活和精神帮助。 至于刘小杰,有点惨,但好在,她最后还是及时止损,有了自己的幸福生活。 当然,我不得不承认,小敏家里的这三个女人,都长得极为漂亮, 更容易开展自己的第二春。 一个女人过得幸福,好的容貌是双刃剑, 最重要的是,身为女人,尤其是原配,要对婚姻这件事看得开一点。 因为是原配,最开始结婚的时候,都抱了最美好的愿望, 想着一生一世一双人的。 可如果遇到了家暴,遇到了酒鬼,遇到了妈宝男,遇到了性格有缺的男人, 这种会影响一辈子婚姻质量的男人,甚至还很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孩子, 甚至以下好几代人,那么想开点,该止损止损。 止损之后,更该好好爱自己,好好爱孩子,乐观努力地生活, 给自己的人生一个新的气象。 就像王素敏一样,哪怕一辈子迎不来第二春, 哪怕两个女儿都婚姻坎坷, 但温暖的灯光下,煮三碗甜甜的汤,温馨相拥, 何尝不是一种幸福人生。